车站外响起响亮的警车警报声 车站内警员持枪在和嫌犯对峙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个临近欧盟总部的地铁站 周一惊传持刀袭击案 事件在下午6点左右的尖峰时段在舒曼站发生 当时身穿蓝白条纹衣服的嫌犯 在车厢内持刀袭击一名女子 乘客慌忙走壁 事件造成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受重伤 警员到场后立刻封锁车站多处区域 并和嫌犯对峙 伤者被送到地铁站外接受急救 警方之后将嫌犯逮捕 据了解嫌犯是一名30岁男子 犯案动机不明 但警方已经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知情人士透露 嫌犯有精神问题 体验犯层阻撒 看看你 你真的不断